真心为您把关 SUM里程保证 我承诺 SUM里程保证 又来到介绍自家车的时候来啦 欢迎收看索福大师兄的讲车频道 今天声望这台又来一台了 北泡泡U-mini 2021年的Nissan S-Trail 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跟我们之前卖的都一模一样 21年 ACC自动跟车 ACC自动跟车 这台是顶配的喔 前车距的雷达都有 当然这个家族式的水箱物罩我就不多介绍啦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内装的重点 首先一样开门的时候 当然这台车也是配有Keyless的 就是基本上按一下 上手跟解锁都很方便 你只要钥匙戴在口袋 按一下上手按一下解锁 OK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内装 这个内装我跟你讲 真的就跟新车一样 几乎没什么皱褶啊 当然我就要先体验一下 最爱这台车就是因为真的座椅 品牌的关系这个座椅真的是非常的舒适 来我们各位来看一下 像这台车啊 里程速才跑一万四千多而已 这里程速才跑一万四千多 你看真的很少 而且都是在原厂保养的喔 这台还在原厂的保固耶 现在新车已经绝版了 那你看一下自动跟车 音响快播感应头灯 通通都有 OK 再来你看一下下面的按键 超级多的 电动尾门 安全主被动的那个安全系统 停的模式 以及防滑 好多喔 好 各位有兴趣的朋友 赶快 来手不记得找大师兄好不好 把你一个一个做介绍 你试驾过后 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舒适 OK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 装装这边 首先到我们来到这个内装 是时候脖子上这一条 就有它的用处 来 它的USB口 就在这里 我只要把它接上去 再接上我的手机 各位 来 答案几张揭晓 是否锁定拆不累 允许 欸我还蛮安全 才就开出来了 手机投影 还可以看导航 Google Map 很好用 OK 好这个功能 相信各位都不陌生 我就不多介绍了 欢迎来现场 我们详细的做一个解说 那再来就是 我打刀车挡 是不是 刀车挡 360度环境 我在转弯的时候 它向还会跟着我动 那我 后退 后退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后退 再退 有没有 各位看一下 自动煞停 它倒车也会自动煞停 我前进它也有画面 这功能真的非常的棒 那 这是它萤幕的功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爽虚恒温 它这边还有一些自备架 而且比较特殊的是 各位 这个其实很贴心的设计 它这个自备架 有做出风口 所以说饮料放这边 冷气开着 还有保冷的效果 OK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后座的空间 表现如何 来 好我先坐上去跟各位示范一下 好 来 这个 它的后座 是可以前后移动的 好我刚刚座椅已经调整到我的标准座位了 所以说坐在我后面的乘客 我相信 各位可以很明显感受到 这个空间真的表现得非常充裕 所以坐我后面的朋友 你有福了 因为你的空间会非常的大 那像这台车 这款车我跟你讲 除了前座以外 后座 座椅一样 是非常有韧性的 不容易变形 而且很软 OK 一样 两组的ISOFIX 然后像中间这一个 它这个一拉 倒下去之后 也是很贴心的一个出风口可戒 它这里是镂空的状态 所以说你后行李箱的东西要拿 也是很方便的 好吗 那像这台车高度 休旅车高度 各位 一定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 你就算180 195 这个空间也是非常的够用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后行李箱的空间 好 重点来了 很多人以为这个按钮在这边 其实在这边 这里特别做了一个开口 按一下 有没有 电动尾门 就是开启 这电动尾门设计真的很方便 那像这台车 除了有做隔板的设计之外 它这个 底下还有一些隐藏的置物空间 所以说要放东西 机动性蛮大的 好 我先把座椅倒下去 嘿 man 平整化大空间 你看 这么高 好 又那么深 这个空间 最超值的休旅车 达到了省油 大空间的目的 而且 妥善率又高 维修保养又超便宜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因为我们就开这台车了 OK 好 一样 尾门一按一下就是关了 这个非常方便 电动尾门设计 那当然它副驾驶座这边啊 它也跟这样做一样 所以说前面两个门都是有Keylis的 所以说你基本上 钥匙放在口袋 按一下上锁 按一下解锁 非常方便 OK 再来 来到这个最重点的 车子的心脏 来 各位看一下它的里面 根本就是跟新车一样 2021年的Nissan S-Trail 新车要加100多万的车子 你看这个车况 我们还是会做第三方的认证哦 保障我们彼此 那像这台车2.0自然进气 也是做节能的引擎 所以说这台车相当的划算 为什么呢 新车要加100多万的车子 2021年距现在才一年多而已 我们才卖78万9 你说夸不夸张啊 折了新车几乎已经快30万了 你还要等什么勒 78万9 各位 赶快 这么多的配备 赶快 来首服汽车找大师兄 我一个一个 帮你们介绍 甚至带你们去试驾 帮你们感受一下 这台车到底 是不是有这么的划算超值 那各位喜欢我们的影片啊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记得 买车一定要来首服汽车找大师兄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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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